駕出事的客貨車翻側躺在路中 車身損毀嚴重 事發於凌晨12時 駕駛車沿著昌明路向荃灣方向行駛 當駛到迴旋處時 撞去路中的花槽翻側了 男司機受了慶傷 並由到場的消防員救出 警方正調查駕車的煞車系統是未故障 以致造成意外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